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会缺失爱,就是心会变得冷漠 爱的定义,其实如果这就是我刚才说 我们在太阳的位置上的时候 爱不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品质 如果太阳普照万物是它一种品质 它的存在就在普照万物 不是说它要做一种行为我要去爱一个人 不是,它自然的就在普照,这就叫爱 因为我们在太阳系,那就叫爱,那种爱是最高的 就是说你,当爱成为你的一种品质 而不是你刻意做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这种爱就在那儿了 那个时候你会知道 不管你是爱一个人,爱一个国家,爱一个民族,爱一个修正 或者是爱任何一个东西 就是说成为你对一种品质 你就是那样的 当然说你对 就是你就是爱的化现 就是只能是说 人力最高的爱就在太阳的那个位置 那么那个时候呢 你在人道来视线的话 不是说你对所有的 但是你对你的丈夫视线妻子的爱 你对孩子视线母亲的爱 你对父母视线子女的爱 也有不同的视线 你视线情,视线欲 那是种视线 不是说一个博爱 就是说不分 什么都不分 他也有各种现象的变化 这个不是理解的 你变成他 那个时候 你对有一个现象 就是你的心态 就是说 你不会有仇人 你不会有证恨的人 你也不会嫉妒任何人 就是说 爱永远在那个做基础 不管你是骂他 打他 爱始终在那儿 就是说 父母对孩子的打或者骂 都是以爱来做基础的 对修正道那样的人 他对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是以爱做基础的 所以西藏的菩萨呈现愤怒相 你看什么 拉撒愤怒相 你看西藏的那些 你去寺院看那些佛菩萨 都是青面疗牙的 然后手里捧着人心 拿着法器 要杀你的样子 他的爱始终是爱的 或者更彻底一点说 他是在空性里面 空性是没有爱给恨的 爱和恨还是两边 所以太阳性的道 还不是究竟 你到太阳的位置上 还是实地菩萨的位置 菩萨的位置就是普度有情 他还有一个爱在那儿 爱还算有情重生 即使他是一个无我的爱 是一个人 这个还不在佛的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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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